Hello 今天我要和大家說的第二個鐵后的故事 就叫做阿茂做餅 母那樣做那樣 它的出處就是在身後的蓮香樓 1889年加專營高點美食高酥館就開業了 專門供高官雅柱就消遜時間 其中以咖美餅最出名 這個就是蓮香樓的前身 光碎年間高酥館改名蓮香樓 為了保證餅食的質量一直採用湖南的雙蓮 由於製作考究生意興隆 傳統二年的時候 一位叫做陳如鶯的清末南海籍漢林海鶯 品嘗了蓮蓉食品之後 有感於蓮蓉獨特的風味 提議讓蓮香樓的蓮子加上草花頭 這位學士所以親手書寫了金七排檢 鄭宇老闆 這間就是蓮香樓最老的一間店了 話說蓮香樓有位歐茂師傅人人都叫他阿茂 每天在塔樓早市張傘的時候 總是有不少食客 就習慣買點餅食帶回家 於是阿茂師傅總要在酒家剛剛開始的時候 通常在店裡到處走趕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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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等餅吃 他都要看看那些消瘦的情況 哪一樣餅賣完 他就趕快進廚房去做哪一樣 久而久之 歐茂師傅這種進責的好習慣 就被大家所了解 於是 產生了阿茂做餅 沒有那樣做那樣的後悲 極成普通話就是 阿茂做餅 缺哪樣做哪樣 本身這句話是鮑魚的 誰知道在坊間傳來傳去 竟然變了美變了點魚 意思就是說阿茂做餅 不按批舉來做 畫石添足多此一舉 舉個例做句 人們好地地去吃什麼蝙蝠 吃飛嗎 你成了仙嗎 對呀 那真是阿茂做餅 沒有那樣做那樣 而已 但是 歐茂師傅全下有知 就會起床大叫一聲 冤枉啊 好了 今天視頻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下次再見 那邊 就可以 你 你 我